Samsung 刚刚推出新一代的Galaxy Z 系列 现在立刻和大家一起看看新的Galaxy Z 系列 到底有什么新的功能和特别之处 先看看Galaxy Z V5 颜色方面有薄荷绿 碳灰黑 奶色白 淡藤纸 四种 今代最特别之处 莫过于机面上的屏幕 由上代的1.9吋 增大到3.4吋 以这个屏幕座的名字叫 Fast Window 除了有不同时钟风格的墙子 还支援12个以上的Widgets 例如日曆、天气 甚至连打电话、看股票 都可以在Fast Window做到 而且还可以在Fast Window上面 使用特定的Apps 例如WhatsApp、YouTube、Netflix等等 不用打个手机 就可以直接看到和复到WhatsApp Fast Window是采用720x748 Super AMOLED屏幕 看Netflix、YouTube都按清楚 如果吃饭时想看影片 还可以直接放在桌面 Fast Window 还会根据不同摆放方式 而自动旋转屏幕 非常方便 而内屏幕是采用6.7吋 Full HD Plus Darame AMOLED 2X屏幕 最大亮度可以去到1750nits 就算在什么环境下 都不怕看不到屏幕 相机镜头和上代一样使用 12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 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支援2倍、4倍和10倍变焦 配合GASZ Fit5的可摘式设计 就什么角度都可以轻易拍到 加上前面的Fast Window 要自拍就更加容易了 就算在Fast Mode拍摄影片时 今代还支援打直拍9比16的格式 拍完之后就可以放上YouTube Source 和Instagram View 再提提大家一些这部机的小技巧 如果有人拿来或者闹钟响的时候 只要把手放在GASZ Fit5上面 就可以静音了 在Fast Window拉下来 就可以即时教到飞人模式等等的不同设定 电池方面 GASZ Fit5有3700毫安 影片播放时间可以长达20小时 接着下来就是GASZ Fit5 机身比以往更纤薄更轻巧 颜色方面有云朵白 无光黑 和冰川藍 同样使用6.2吋机面屏幕 和7.6吋HD Plus Dynamic AMOLED 2X主屏幕 令到看片时更加有沉浸式的感觉 同样最高亮度升级至1750Nits 最高支援120Hz的屏幕刷新率 无论打机和看电影都很流畅 镜头方面是三镜头设计 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 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1000万像素的软攝镜头 支援3倍光学变焦 和30倍空间变焦 而前置镜头分别是1000万像素 和400万像素的UDC屏下前置镜头 可以使用DUl Preview等拍摄功能 新加入的工作列 用家可以在4个最近使用的Apps里面 进行快速切换 可以轻易地将屏幕一分为二 甚至在三个视窗同时使用都没问题 喜欢Multi-tasking的用家就非常适合 4400毫安的电池设计 影片播放时间长达21小时 绝对足够大家日常使用 两部机的框架和教练 都使用了Armor Aluminum Frame 铝合金边框 令到机身更加坚固 和最新的Flex Hinge 暂身雙轨式教位设计 可以做到完美的接合设计 比以往更鲜薄 而且机身屏幕中间的接痕 都有明显的改善 如果配合最新的Gaswatch 6 或者Gaswatch 6 classic使用 就可以更上一层了 不但可以全天候守护你的健康 例如心跳和血压 连接手机还可以遥距操控拍摄 令到你的生活更加智能化 Samsung 同期还推出 Gatus Tab S9 系列的平板电脑 最吸引的就是全系列 Gatus Tab S9 都通过IP68抗水防尘的认证 配搭这款原厂户外专用保护壳 内部有气袋减少震动 达到均用等级标准 用起来更加放心 真是做到陪你上山落海 无据打风落雨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快点来封门市试玩和选购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